花蓮市长候选人魏佳燕29号中午是以拜拜祈福还有茶会的方式成立竞选总部 即使他没有特别动员 不过很多的里长代表还有社团企业都热情到场 现场学生会国民党花蓮市长部的主委张艺华也特别上台推荐魏佳燕 魏佳燕这表示他12年的民意代表生涯 他坚持着勤奋努力 未来4年他愿意为爱花蓮继续拼 即便没有扩大动员市长候选人魏佳燕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 一大早还是涌进许多支持人潮 包括了各级民意代表花蓮市多位里长企业社团等等 现场依然十分热闹 还有很多的表演团体是自动赞助前来做精彩演出 午时一到市长候选人魏佳燕和父亲魏东和 各个魏佳贤弟弟魏玉顺以及竞选团队 前程向神明上香 祈求保佑花蓮市平安吉祥 魏佳燕告票当选 活动当中国民党花蓮县党部主委张一华 也特别到场推荐魏佳燕 紧接着县长徐正伟也来到了会场 除了感谢现任市长魏佳贤过去的努力 也期许魏佳燕当选之后能够继续县市协力 打造幸福大花蓮 两届的市民代表一届的现议员一步一脚印 愿意倾听愿意服务而且非常的孝顺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说百善孝为先 要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从家开始 看一个人看对他的父母掌上如何的孝顺 如何的尊敬 对于家庭如何的呵护 如何的爱 才懂得爱我们的乡亲 才懂得承喜我们的乡亲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为这样的嘉宴 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加油一下好不好 相信今天来到这里的一个人不只要拉五票十票 一个人至少承认扣港要一千票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现任市长魏佳贤也鼓励魏佳燕要勇敢挑战 坚扛责任 延续过去多位市长们努力打下的基础 继续来建设花蓮市 我相信只要有心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 很多人说他很年轻 可是大家忘记 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担任花蓮市市长 我也相信他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 年纪是他的本权 是他的优点 我也会强力的要求他 在未来的每一天 把自己的身体练好 把市政做好 把该做的全民服务也要做好 把同仁的福利照顾好 最后我要恳多大家 支持魏佳贤的所有好朋友们 也期盼也能够继续支持魏佳燕 我也谢谢非常多的民意代表 非常多的民意代表 在我们推动市政的过程里面的支持 我不论哪一个族群 我都非常照顾 也期盼 佳燕能够延续下去 爱花蓮继续逼 而市长候选人魏佳燕他没有准备长篇的致辞稿 他用真心和热忱向大家述说过去12年民意代表他做的努力 他也坚定的向大家报告他会认真扛起市政建设责任 请大家给他全力支持 魏佳燕从当议员的这四年 不管是从公元 从我们的环保教育的议题 包括我们的标志标线 包括我们的道路整平 包括我们的 我们强化 我们水沟的一个管线的一个问题 我其实都有提出来跟魏佳燕市长做一个探讨 那也很感谢他 在这个期间 他开始有慢慢的慢慢的朝向这个方向去规划 那未来 我们知道其实市政是必须要延续的 那很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一场马拉松 由他接棒给我 我相信我会完成这场比赛 让我花蕾市更好 我相信是我自己的责任 从12年来 我一步一脚印的努力 从我担任公子以来 我的最高指导原则 做人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勤奋努力再努力 有县长披挂彩带受齐 有市长致政包纵豪彩头 市长候选人魏佳燕信心满满 也期盼花蕾市的乡亲给他机会 让他为爱花蕾继续拼下去 魏佳燕 包帅 魏佳燕 包帅 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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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旅会欢迎市报道